比較一下,哪一個翻譯工具比較好用 總共有三個 會有 Check GPT, Google Translate, Deep L 三個 我是 Ivan,很喜歡去研究 Digital Marketing 和 AI 工具分享 有興趣可以先訂閱我的頻道 平時工作的原因,有些客人可能會在網站中英文 或者中文有分簡體、繁體 但最主要的翻譯都是中英文的翻譯 那時一直都會想,究竟用什麼翻譯工具 比較普遍,以前會用Google Translate 因為比較大路 後來發現有一個網站叫Deep L 它的翻譯能力更好 一個不好的地方,就是它的中文只有簡體中文 沒有繁體中文 直至到現在當然有 Check GPT 之後 我們做翻譯的過程也會有些不同 所以今天想藉著這個機會 和大家寫一段內容 叫 Check GPT 然後之後做翻譯,大家一起做翻譯 看看那個結果會是怎樣 好,開一個新的 Check 然後我會叫它寫一段 例如一個 Digital Marketing 公司 它就會提供一些服務 去問那些 Potential 的客人 去聯絡 聯絡我們 去 Contact Us 我看一看有沒有 因為我想試有一隻關鍵字 好,好像我這次看不到 我再打多一次 看看它會不會有那隻字 OK,好,這次有那隻字 好,那我把第一段內容就放進去 給Google去翻譯 它就會說是數字營銷公司 香港通常是數碼營銷的 台灣應該是數字行銷的 所以不同地方都會有些不同 還有我們通常在香港說 Online就是網上 通常台灣,不知是國內會流行說在線 這些會有些不同 至於呢 我最主要想看那隻字 其實就是這隻字 叫Contact Us 通常它會叫連繫我們 好,我們試一試Deep L 就是另一個工具 再看看 好,它都是說數字營銷的 還有在線 這些你會看到 也會看到這裡連繫我們 通常都是這些字 我會比較留意的 好,我開過一個新的Check 然後就叫它 哎呀,我忘記了 叫它Translate 先打下 叫它Translate Above Content into Traditional Chinese 好,看看它翻譯出來 又會變成怎樣 它都是寫數字營銷的 還有呢 其他那些是寫在線 另外那些都是叫在線 在7GTP 就會叫線上 而看下去下面 你會看到 都是寫著連繫我們 在Contact Us 但通常我看到 我看到一些網站 或者它翻譯完給我 Contact Us 通常我都會自己改軌 通常叫聯絡我們 這樣 好了,如果我純粹用這隻單字 例如在Google 搜尋 Contact Us 即是Google Translate 就會看到是連繫我們 如果直接在Deep L 都是屬於連繫我們 它都有幾個選擇 其中一個就是 我比較比較的 叫聯絡我們 至於在 這個Check GPT 叫它幫我翻譯做 繁替中文 就是這個字 它直出已經是聯絡我們 即是我比較想要的 結果 所以在Google Translate 一下就連繫我們 接著在Deep L 其實就連繫我們 但它有選擇 但直出的時候不是 但在Check GPT 反而出了這個字 我比較喜歡 即是合我河車一點 即是在香港的網站 去使用的時候 但當一大段落的時候 其實它都會寫聯繫我們 不過 究竟成段和拆開 很明顯有分別 但如果拆開 我就會選擇這個 其餘的內容 那個流暢度 分別在哪裏 即是以我的理解 即是如果你用Google Translate 就是你逐個字放進去 它逐個字去翻譯出來 這樣的意思 而在Deep L 也是 你都是逐個字放進去 它逐個字去翻譯出來 就是因為你在做一個 叫翻譯的過程 你不會有更多的東西 但如果你在Check GPT 其實除了它直翻譯的時候 當然我亦都可以叫它做 所以我發現我近期 去做翻譯的時候 反而多了在Check GPT 那裏做 就不是傳統在Google Translate 或者Deep L 那裏做 所以都會令 另一個 比較多人用的功能 就會Shift 在Google 或者其他工具 又會去到Check GPT 那裏 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工種 有機會被AI取代 就是做Translation 因為它的Translation 那個質素 一直在提升 而且用者也很容易 一直在問他 拿著資訊的時候 可以直接去翻譯 所以如果真的是 做翻譯的朋友 那究竟是不是 如果你去好那邊看 可能你就會說 他幫我翻譯了一些 基本的網絡去改 可能都會是 加速了你的效益 那不好的 就是如果你是做一些 基本的翻譯 有機會會被取代 不過我不知道你的看法 是不是這樣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可以告訴我 如果喜歡看其他AI片 可以繼續看下去